我覺得陳建仁講這個話非常不妥 他貴後副總統 以前副總統 天主教徒 其實他也都很清楚 台灣的天主教徒的比例並不高 相對基督教反而比較多 那這裡面就有一點恐嚇人民 說這是上帝的意思 上帝的意思 要支持鄭英鵬 上帝的意思要真正陳時中 是變這個樣子 對 那如果鄭英鵬沒有張選怎麼辦 對啊 那他去懺悔 不是 那你不是 我等一下可以檢查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他挺陳時中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什麼 不要忘了他這次陳時中的防疫 做得這麼糟糕 因為被人罵得要死 高端罵得要死 為什麼 他不做第三期 他推 免疫喬接 就是陳建仁推的 陳建仁推的 他負最大責任 當時高端也是陳建仁力推 對 他力推 結果打的是安慰劑 他力推他 然後到現在為止 高端沒有做第三期 全世界 這些EUA都是有做第三期 動著幾萬人 剛才數字就有了 巴拉圭的一千人 那也不是第三期 那也是免疫喬接 所以陳建仁要對台灣的防疫 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因為他去給蔡英文上課 他去給陳時中上課 結果就不要做第三期 違背全世界的一個法則 他硬是 逆事而為 為什麼這樣子 要省錢一個 一個第三期一個 大概一萬美金 有的兩萬美金 要做一萬人就是多少一億美金 做兩萬個就是兩億美金 高端沒這麼錢 昨天在桃園 聽到這個陳建仁講這話的時候 我也蠻驚訝的 因為他之前跟蔡英文總統合作 這個搭檔的時候 有沒有講天主叫我要投給蔡英文 叫大家都要投給蔡英文 有沒有啊 所以我去看他的原文 觀眾朋友 他說天主說 因為他是稱讚了 鄭運鵬 稱讚了一輪 我今天來幫鄭運鵬站臺 掃街 那記者忽然問你說 那天主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他說天主說 我一定要幫助 能夠為桃園做最好貢獻的人 然後旁邊是站鄭運鵬 運鵬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應該是分上下段 天主要他去幫助一個 可以幫桃園更好的人 因為我是聖騎士 那我陳建仁認為鄭運鵬是 所以你看今天再問他陳時中 他就避而不談了 那可能他當下有那個意思 可是他應該也意識到 他不可以拿天主來助選 天主不會 他難道鄭運鵬是天選之人嗎 所以這個 這個 我是覺得這也是反效果的 而且因為天主要圖那麼多 對不對 天主要起碼幾萬幾十萬嘛 對不對 那每個人都一樣 那天主跟每個人講的不一樣 天主要因為會有 我要支持他 我要支持他 每個人有他的這個自主性 有自己的選擇 自己的判斷 那是怎樣呢 天主只跟你講 那麼天主沒跟我講 那天主比較愛你 你比較不愛我 天主會這樣嗎 所以你就是搞混亂了 變成這樣 天主一定要他做好事 陳建人記住 對啊 特別講到上帝的歸上帝 凱撒的或是該撒的歸凱撒 兩回事情的 對 你不要把上帝的 跟這個世俗的政治 混在一起 你陳建人這個都不懂嗎 就很奇怪啊 你去問那個教會的 這個神父主教看怎麼跟你講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